嗨 各位你們好 今天我們又來到說明這裏 講一下澳門州的學習問題 不過今天我們請來的嘉賓 就是一位中學生 又是同一個辦公 先是Eric 是一位年輕人 另一個更加年輕的就是Andrew Andrew現在在澳洲讀中學 今天很開心 Andrew我首先想贊一下 因為他很乖 這裏的小朋友 通常都很乖 覺得爸爸很生氣 因為那些已經不理睬了 但是Andrew也很乖 又很聽 家人不走 就來參與我們這個節目 其實不重要 只是幾個計算而已 Andrew我想問一下 你正在讀多少年級 我剛剛畢業 你畢業讀完中學已經 你告訴我們海外的朋友 其實這裏的中學是要讀多少年 六年 讀六年 你也可以告訴我們海外的朋友 你讀的那間算不算是正經中學 selective school 不算 不過我想都很重要 重要的 哪間學校都會學校的高級 是的 其實我們這裏 你可以告訴我們海外的朋友 這裏的華人 吹之揚露的 有些叫做正經中學 或者叫做selective school 整個雪梨有二十幾間 你講一下情形是怎樣的正經中學 selective school 即是 那些人 那些父母好像逼他們 讀書 對 由一年級開始 中學一年還是小學一年級 小學一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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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學一年級到小學六年級 然後可以考進入中學 對 一考到中學 他們可能就會放鬆一點 就是進入了 不能提出 對 沒錯 其實也要講一下 Eric知不知道這裏有些 所謂的正經中學 都有聽聞 都有聽聞 不知道 正經中學 他們說有些 跟現在 是否私立和公立有不同的 有不同的 所有的正經中學 都是公立的 即是正經中學 正經中學 是的 我可以講一點 因為我也是一個懷孕的 一個瘋狂的家長 之一 很多年前 我這樣說 很多年前 其實就是 就像剛剛Andle那樣說 如果一個 爸爸或者媽媽 想自己的小朋友 入正經中學 其實這裏就有一個考試 考試就是在六年級的時候 考到之後 如果你成績好的 你就自己選擇 你成績越好的 你就選擇越多 然後就選擇 一些最正經的學 只有二十幾間 整個算是幾百間中學 但是 如果 一般來說 澳洲 之所以有這個制度 其實就真的 不是很催促我們去補習 教育當局 其實真的想我們 他們能夠選擇 一些精英 就讀這些 他們叫做selective school 我們中文 就叫做精英中學 但是 凡是有懷孕的地方 一定是會 吹曲自己的子女 所以 好像剛才聽著 那樣說 小朋友的家長 可能就把小孩子 從小學一年級 開始粗行 跟他很精心地去專業考試的程度 然後又叫他去苦練 練這些 那樣 然後就是催催谷 希望考到這個正經中學 就像剛剛 Andro剛才這樣說 考到之後 就覺得已經 踏上 好的大學的第一步了 於是他就好像覺得自己的子女一定 可以讀到一些很好的學習 我不知道你爸爸 當時六年級 有否也叫你去補習班 不過那時候已經開始太遲了 太遲了 因為六年級 就是一多個月 不夠 對 不過 都沒有太誇張 沒有太誇張 其實 反過來看 我都覺得現在的家長 有時都挺過分 我們這裏附近 就有一間很著名的補習社 去到假期的時候 可以是有些summer course 有成千人讀 成千人是多於這裏 叫一間普通的中學 全家學校的組合 基本上就是 不斷這樣訓練英文 數學 還有一個叫general ability 就是普通常識 基本上 澳洲有關當局 真的不想你這樣催谷腳 不過華人就是催谷得很厲害 在很多很多年前 有個情形 我發覺補習的學校 99%就是 韓國人 中國人 和印度人 這裏本地的鬼仔 我就很少見到他們 他們可能那個 那個 他們覺得 那個概念 跟我們中國人 是相反的 跟不同的 他們覺得他們是 自由 入到和入不到 應該是視乎的能力 就不是說催谷他 如果他是推高他的時候 他去到中學的時候 如果他是真的 跟他的朋友 看學校是很辛苦的 因為那些學校 是把你的分 那些學校 把你的分 發出來了 但普通中學就不會 就是 你不會知道自己是考第幾個 但如果你試到 他發出來了 你如果跟不上那些學生 他會覺得很大壓力的 沒錯 那我們選擇這間 這樣的補習 已經是 對小雷威來說 很大壓力 因為他每一次比賽 譬如每一段時間 會有一些比賽 他就會把你整班的成績 貼了出來 你做第一個 就開心 爸爸不開心 你做签底那些 就不開心 因為澳洲 是不習慣把成績貼出來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他還有升級 真的升級的 一些考試 在那間學校的補習裏面上升 升到 很麻煩 好像拿到獎學金 每一次考試中學 所有的名字都出來了 並且要說明 這個小朋友 被Andrew去哪間 Eric去哪間 都黏了出來 於是 一攬無為 我覺得 家長壓力也很大 其實Sue 你知不知道 香港現在的教育就是這樣 我知道 很多補習社 是登上廣告 拿多少個A 多少個A 多少個A 好 Anthony 你平時回到中學 你這一年應該是最辛苦的 怎樣辛苦呢 功課 都考試很多 每一次考試都會 OVERAL mark HSC 拿分也會有 對 沒錯 你可以詳細介紹一下 HSC Stand for High School Certificate 澳洲的中學會考 High School Certificate 你可以記住中學 對 其實六年 就像香港的大學學學士 那其實 是不是每一個澳洲的小朋友 都要讀完六年的中學 不用的 17歲就可以了 例如我讀到七年班 八年班 九年班 我就想出去做事 可以嗎 如果 如果現在有新規 政府要你17歲 你才可以離開學校 不過呢 你要有工班 要是去體育 要是有別的 就是我未夠17歲 我都要讀中學 讀到我起碼有17歲 我就可以出去 要繼續讀書 不過你 你只可以除了你做工作 要是讀地點書 譬如我15歲 我真的不想讀中學 我不可以出去 另一個地方讀書 譬如我講那些 工藝學院 我可以讀到17歲 可以嗎 我未夠17歲 但我不喜歡讀中學 不可以 一定要讀中學 一定要拿那個 十年班 一定要拿那個 十年班 叫做 school certificate 就是 一個證書 好像這裡 香港的中五感 不過他們這裡的十年班 就是一個叫做 中學證書 你考了之後 那如果我考完 我還是未夠17歲 又如何 那你還未繼續讀 繼續讀 讀到我夠17歲 我就可以讀別的 或者出去做事 對 那這裡呢 一般華人 都不會十年班人讀 都未見過 是不是 都未見過 十年 甚少 基本上全部都要讀完十二班 你剛剛也讀那個 然後就去大陸的老師 是嗎 Eric 你不是在讀教 不是 但你也知道 這裡的小朋友的中學是怎樣 中學 所以不知道 都是他們 他們十年 十年 十年 因為我在教會 有些 年十年 不是去讀 HSC 但那些 就會更有趣 他們就不在乎 讀了 他們是在學校 學校 我先拿了一位 那我想再讀 然後 他才會再讀律師 再讀醫生 香港就是說 你想做醫生 就馬上讀醫生 對 他做律師 立即做律師 但這裡的人 會說 有些人在學校 然後才做 因為他們真的 考慮自己的興趣 對 就是本地的居民 那我想問一下你 其實 Andre 這裏不是說 你會考慮一些分 不是十二班 那些分 是送送給你 當局 好像十一年班 都要計分 不是 是的 那就是說 你十二年班 那些校內士 都是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那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為何你校內士 都這麼重要 就是十二年班 因為 澳洲政府 想好像 比較誠實一點 因為如果你那天考試 考得不好 他會看你學校 考得如何 讓學校的同學 就像你排第一 但是排第一 考得好 考最重要的 那些分數就會接近 就是整個 但是 你們除了要考慮內士 或者要計分 然後要將分數 來交去 有關公司 其實你也要考慮公開試 是的 那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公開試 公開試是怎樣的 就是好像 全國瑜伽開遊的那些人 全國瑜伽開省 對 新行開市省 對 就是每一天 都有不同的一個考試 這個就有點像香港 中學會考 就是怎樣 他一方面要計算 校內考試的分數 他經過一個機制 就會調節 接著 在公開那裡 他們也要去考一些 例如你選修 例如你選英文 數學 那些收 不可以不收 然後就再有些選修 你就可以去考一些 全世界人一起考的 然後兩個分數 最後就是教文 就是你中學會考的成績 那我想問一下 你考你自己選了哪個學科 好 今年 我呢 我做了物理 是嗎 physics physics 然後又數學 數學 數學是visual 是不是visual 不是的 也不是visual 不過英文是 英文就是visual 我就說 四個學科 所以很多學科都會中讀 好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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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深的 那還有哪些 soul 數學英文 中文 中文 是一樣的 是 是 已經很聰明 都聰明了 是這麼多 就是十個unit 十個unit 即是十個單元 那又想請問你 除了這裏的選修科 大概你覺得有哪些是比較多樣的呢 剛才你說的主題 都是比較science 或者讀science 比較多 那有哪些選修科 在澳洲 十二班的科學 就是多些人做一些 是的 那些人 包括都會有數學的 包括一定的 一定的 一定的 有很多不同的level的數學 那總之 其實一定要考的就是英文 英文是人的考 還有呢 英文 有哪些科學 中學三界 好像不同人 就會選一些不同的 好像 那些鬼仔都喜歡讀煮菜 是的 都可以考慮的 是的 沒錯 那些中國人 那些華人 都喜歡讀science 即是 學生的 還有學生的 是 是 還有哪裏很多語言 讀的 很多語言 例如呢 例如 都可以讀 是的 那些意大利文 我讀中文 我自己是一間學校讀的 因為 不夠人 就是要 好像 加大一些 可以全部 加大一些 那些人一起 用他們讀班 才夠人 去辦公 那 剛才呢 我們都談過一下 就說 我們都講一下香港 那其實香港的 中學生 我告訴你 是女的 那 雖然我也知道 你現在十二年級比較辛苦 但相對來說 香港的學生 是辛苦得很多 因為他們的科目 很多 一般來說 有七八科目的考試 總之 最少的 然後呢 課語 他們就會參加很多 課學院 就是為了 第一課 入大學的時候 面試的時候 有更多的 避充大經驗 那我想問一下 Anjol 你自己平時就回學 學一學之後 你會做什麼 放中學 平時我會很累 會痛 一定 放中學 一定會痛 一定會痛 對 因為有時候我很節省 對 我會去Cantin 每天都來 每天都來 每天都吃東西 很悶 對 在Cantin吃東西 你自己大人吃 有時候大顆 不過三文字 你知道我十幾年班 很餓 很痛 十幾年班 我十八歲 十八歲 十八歲 很痛 爸爸要多給點東西吃 好了 我想問一下 你當我好肚 然後做什麼呢 八幾天就是 直接做東西 你自己煮嗎 爸爸媽媽媽 沒有空煮給你吃 他們上班 對 你回家又煮什麼 你吃 好像有時候 看心情 看心情 你心情不好了 你煮什麼吃 很多 我喜歡吃這些東西 有時候吃 即食麵 有時候就說 煮一些chips 煮一些nugget 好像澳洲人吃的 即是立刻放在我的圖 就定了 對 接著你心情不好了 你又吃得了 心情不好 我幾個紅米雞丁 有幾個紅米雞丁 很開心 沒有就要即食麵 即食麵最簡單 對 沒錯 你可以告訴我的好外朋友 其實我們這裏的華人 很多很多東西都放在雪櫃 因為出去吃的不太方便 在雪櫃有很多東西吃的 對 拿出來吃的 好了 你放學之後 除了吃東西最重要 有沒有東西 會不會做part time part time 沒有時間 沒有時間 那平時 過往幾年有沒有做過 沒有 好 這裏的華人 就很興奮很多東西 的小朋友 華人的小朋友 有很多東西 那你放學之後 你有沒有趕著去這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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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時都是約朋友 打籃球 打籃球 對 因為很多籃球場 很多 好像有 體育 神經 很多 很多虛弱 被你跑步 很興奮跑步 那你有沒有經常去的 也經常去的 也經常去的 你的朋友是懷疑 還是新人 各方面都有 我沒有所謂的 沒有所謂的 沒有所謂的 那又上去 剛才你打機 多不多 打機 上網呢 過年千元更多 現在這次也有很多 對 除了睡覺 和吃東西 上上課 就謙虛打電影機 對嗎 我常常都讀書 你常常讀書 一定 一定要讀書 是 你真是很乖的小朋友 因為 還有 那你 除了是這一樣之外 那你有沒有一些 或者你初中的時候 是很努力去學習的 因為我知道 這裡的懷孕小朋友 很感謝你 例如學琴 學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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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我真的很 集中這個網球 是要人比賽的 是 多了三個比賽 也多 近一年都沒有 近一年都沒有 其實 我想我們海外的朋友 都要知道 我們這裡的懷孕 或者不是懷孕 其實 十二年級 大家學習的心態 已經是很大的改變 感覺 平時都輕鬆 放學吃東西 玩一下 看一看平時 輕鬆鬆 但到了十二年級 很多人有很大的準備 對 你很少見他們 出來玩 你叫他們出來玩 他們都會說是讀書 對 那會不會是不只是懷孕 其實本地的小朋友 都是會 嗯 本地小朋友 不是的 因為他們的課 平時選擇那些 都不是很難的 很輕鬆 不用有很多時間 對 他們畢竟整個中學 都是很輕鬆的 可以這麼說 可以這麼說 那你有否多些懷孕呢 其實 你就 我不知道你一十二年級 有沒有賭集 對 也有一點 你是幫助 還是別人幫你 別人幫我 別人幫你 別人幫你 那補習呢 你可不可以告訴朋友 其實補習呢 其實補習呢 在中學生裏 都其實 不需要的 十一年級 十一至十二年級 就要的 我覺得補習呢 補習呢 也有很多人這樣做 很多人 也有很多 很多人 那補習呢 因為我自己也有經驗 有兩個細胞 你的補習呢 是整組 好像去監補室校那樣好 還是一對一 都好 我覺得私人補室是好一點 當然是數學 要是 要是 你不明白 11 12年級 是難很多 如果是一個 一群人 你可能覺得 不好意思 可能全部人都認識 但是你不認識 對 還有大家的程度又不同 那你是一對一的補習 還是怎樣 一對一 你是這樣的東西 數學 數學 我自己有兩個小朋友 都是要補數學 和補英文 都是一對一的 那你知不知道 爸爸給了媽媽 給了多少錢 這個小時 三十五元一個小時 真的兩貴 因為我那些 我自己 各個不同 我自己的女兒 很英文 辛苦到七十元 我會來一個小時 而人間 前三五價錢 因為我找了一些 是大學生 大學生 便宜很多 因為如果你找一個有經驗的補習老師 是很貴的 不知道你 Eric 你知道嗎 對 正如剛才有朋友說過 去賣東西 賣衣服 或者做外賣五元一個小時 但是補習手 就差補了 所以我們很多小朋友 所以我讀到上學 又開始幫人 澳洲 那 Andy 你問吧 我也想知道 澳洲這裏 那個校園 那些 bullying 很嚴重 因為有時候YouTube會看到 澳洲那些 會打打 整個 早前在網上 也有這些片 流出來的 校園欺凌 欺凌 下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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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有多些接觸 一定有 會有 一定有 那你有沒有被人欺凌過 沒有 你欺凌過 你欺凌過 你為什麼欺凌過 你怎麼欺凌過 我不是欺凌過 我不是欺凌過 就是 我們 沒有人帶來吃 我們分享 都不是欺凌過 其實說笑了 但有沒有真的被人欺凌過 或者有些很難受的 你試試看 有 你有 你是欺凌過 你被人欺凌過 欺凌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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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想問一下你 Andrin 你現在就中學 那些 你剛剛小學來的時候 你都是 橫皮膚黑頭髮 你跟一般的小朋友 本地的不同 有沒有被人欺凌過 因為你的膚色 和你還要 很濃 那件事 有印象 沒有印象 因為小學都沒有這些 大部分是中學的 中學的朋友 對 小學欺凌其實是挺嚴重的 對 因為我自己這個小朋友來的時候 我兒子來的時候 是5歲 還是9個月 那他就真的被人欺凌 他回來後 我才覺得很奇怪 他就說 小朋友笑他 就是 青春China Man Sitting on the Downy Cat 我想 很多人聽過 請錯 請錯中國人 因為你坐在那個Dunny Cat 那些馬桶那裡 其實他們就是 整天都是這樣笑 那些小朋友 我兒子當然是很不安心 有很多人說 因為他來的時候 15歲幾 人家已經懂英文了 起碼會說 那些小朋友 可能他就是會的 現在 這次很少 因為現在中國人很多 對 但當時他很少 因為他在那個區 整間網路都只有兩個中國小朋友 但另外那個中國小朋友 基本上是 可以說是鬼 他不懂中文 那變了 他就差不多是全校唯一的一個中國人 那真的 到一個非常艱難的時刻 他又經常被人罰 因為他又不懂事 他又不是太乖 又不懂得表現 完全不懂 他真的又被人欺利 所以他那個感覺是很強烈的 你真的非常好 因為可能你 你小時候 你差不多要出生嗎 一歲 兩歲 兩歲 即是到你入學的時候 你又不懂英文 英文人都不懂英文 即是懂少少 你看到你住在哪裏 都會有複補一點 下次有 對 對 據說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聽錯 一些韓國人很喜歡欺利的 中國人 是呀 我聽說 嗯 我的兒子在中華的時候這樣說 我不清楚 是嗎 不知道 你現在有說韓國人嗎 有 不過他多中國人多一點 多中國人多 因為你們人多 所以他們不敢欺利 因為我的兒子 在中華裡面 那些韓國人 他就說 我不清楚 我不太想說種族的問題 但因為這裡真的有很多不同的種族 在同一間韓國 他就說 他們是容易組成一個 擔憂的群組 跟著就是 因為不說是兄弟 大家互相對峙 那韓國人好像是挺 勇猛的 我以為 就是 中華人都很害怕 就好像一個人 好像一個韓國人 他整班人都會不妥 是啊 那我就覺得 好像也有一些感覺 好 那又想問你了 Annie 你今天覺得 有沒有吸毒 或者吸陰用 沒有 你真的覺得沒有 沒有 因為我這個區 真的很朋友 你是哪個區 就是North Bronx 我知道 我知道 這邊應該好 有沒有很多煙頭 在洗手間 沒有 那你今天真的很好 因為我知道 我兩個小朋友 都讀完中華 我兩個小朋友 都是很多煙革 有些甚至有針塘的 針塘的 針塘的 但我有想一下 不是有兩個原因 第一就是 他們真的要自己 那些學生吃 第二 這裡的小朋友是開放的 那我可以很多人分 只能進去廁所 你可以說 我們這裡的中華 是否開放 隨時都會開放的 不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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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鎖門 不是鎖門 不過 如果你的Lunch Time 你不能出去吃東西 他要你留在學校 是嗎 不是的 我們那些 你是可以的 你今天是比較容易的 不准出去吃東西 不過 如果你第一課 你可以遲回 你可以走 如果你沒有福 但我知道 這裡的人 當學校 是我們這個社區 其中有幾個中華的一方 我知道 我可以打招呼 你不知道 是 對 對 譬如我小朋友 小時候 我經常帶他去附近那間學校 踩單車 或是星期六 是否這樣 應該是星期六 星期日就開放了 3個小時 對 就是我可以去踩單車 不過星期一至五 可能就怎麼收 根據我那次真的不是 所以你這樣說 我又覺得很奇怪 你當中是鎖住 可能 跟學校不同 可能是單車 那這個我就沒有做 那好了 那Andre 你可不可以講一下 你和我這位朋友 有什麼 講一下 總結一下你的中學生活 嗯 簡單 簡單 很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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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安排 做什麼都可以 最重要是快樂 當然快樂 當然快樂 朋友都很開心 非常多 那很感謝你 希望你下次喜歡你 拜拜 好